12位老板 两位职业规划老师 少刚老师 电视机前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张小刚 今年26岁 来自于素有北国春城美誉的 锦林省长春市 是一名地地道道健康阳光的东北小伙 我毕业于锦林大学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我今天的求知梦想呢 是活动主持 活动策划 活动执行 我希望我今天的表现 能够给各位老板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同时也希望所有的朋友 能够用热烈的掌声 支持我 我是最棒的 谢谢 少刚老师 欢迎小彪 别来无药 别来无药 你还记得我吗 咱俩见过 我曾经在大三的时候 代表吉林大学 参加过您主持的 今日说法舞仪特别节目之段高手 虽然您见过的人比较多 可能不认识我了 但是您在我心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您能给我一个拥抱吗 谢谢您 谢谢老师 你能过我怀里扎吗 就是咱们抱一下就可以了 你是哪年毕业的 我是08年毕业的 08年就毕业了 对对对 那08年毕业之后干嘛了 毕业之后呢 就当时就来到北京 当时是在一个小公司 首先呢 做一个兼职录音的工作 当时录的是一档音乐节目 叫汽车音乐风 同时呢 找了一个全职工作 也是类似于像录节目 这样的工作 当时呢 去录制音乐节目 然后呢 通过发行的部门呢 去把这个节目去拍 电台的 对对对 电台的节目 最后又干嘛了 随后的话就来到真爱网 真爱网 对对对 来到真爱网 不是也是搞对象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不是交友网站 是乡亲网站 你去那是干嘛去了 做活动主持人 就做活动主持人 对对对 那你给我来一来 有现场活动吗 来了二百多人 四百多人 你给我弄弄我看 什么样的 好那在这里就现丑了 青春不常在 抓紧谈恋爱 青春不常有 跟着感觉走 各位亲爱的单身会员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呢 请允许我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今天场上最大的红娘 我叫小刚 为什么叫自己红娘呢 其实大家看出来 我是一个纯爷们 但是呢 因为我非常喜欢 红娘的这份职业 试想一下 在每一次活动当中 都能看到很多的朋友 从陌生到相识 从相识到相知 再从相知 到走向相守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红娘的职业 是天下最幸福的职业之一 好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 自己在今天的这个活动当中 能够成功的摆脱单身 找到自己的真爱的话 请先给自己一个掌声 鼓励一下好吗 好谢谢 那接下来呢 就请大家来跟随着我的口令 请大家到台前 男生一排 女生一排 我们形成两排 这样的一个姿势 好 大概 大概我知道小刚的这个路数 你主持过多少场 应该有将近100场 所以 没有计算过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主持现在特别有套路 因为不可能每一场 我都动脑子来一个新的 动脑子来个新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小刚 是的 今天要找的工作就是活动的策划 执行 主持 没错吧 对行业有没有要求 对行业没有要求 什么行业都行 其实这样的 如果从经验上来讲 肯定是之前的婚恋行业 可能更适合我 但是因为今天呢 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传媒公司的来到 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所以内心的学习播音主持当时的那个梦想的这个烈火呢 又重燃起来 就李静来了 让你重新着火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主持人可以说这个行业 就是被像这个什么张绍刚啊 这几个大牌主持人 把占着重要栏目之外 我觉得新人的这个成活率特别低 所以你得长期的潜伏 甚至是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对不对 那以我刚才对你的判断来讲 我就谈谈主持啊 先不谈职场 我觉得你是有点油了 然后呢 并没有真正用心去主持 就你说的都一套一套 但我觉得你有点灵魂出窍 其实是 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这一点 说白了李静 就是在这说呢 说完了之后下来你问他 哎刚才你说什么呢 你不记得 所以我觉得你要真的想做一个好的主持人啊 我觉得你得用心去听别人在说什么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份合适的主持工作 比如说你到我们公司 我们有很多职位 有导演 有宣传部 有经济部 对吧 有艺人助理 然后呢 有制片部门 OK 就是没有主持人 你有本事取代代军吗 可能暂时不能 你取代了张绍刚吗 可能暂时不能 那你告诉我 你能做什么 对 没有主持能做什么 比如说导演 导演助理 你愿意做吗 导演 导演助理 对导演助理 我们叫编导 还当不了那种执行导演 你愿意做吗 没有问题 就是你不再是台上的主角了 你是看着别人在那主持 你在后台看着 你愿意吗 是这样的 就是我想说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在 刚进入 我就想 我对你姑且严厉的 你愿意吗 你先告诉人家 愿意 愿意 你再说你 突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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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堆 OK 我愿意 愿意 为什么 简单一句话 就是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一个 早就放弃这个主持梦 放弃发光很长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人 我把自己呢 更多的是定义为 能够用自己的能力 去为公司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其实很多的机会呢 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沉淀 慢慢慢慢地把机会浮出水面 然后抓住 然后出来 小哥 小哥 这样 看着我 我给你聊个四方话 你知道 貌似你特别能说 但是你说的话 又都是我以前说过的正确的废话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对 但是每一句话都没什么意义 我没有看到你的内心 就是我觉得有好多东西在挡住 没办法真的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 来大家帮助一块问问题 大家继续提问杜葵老师 我刚才一直觉得他是在演一个主持人 然后生活中他也一直好像是像一个主持人一样 在别人跟别人沟通 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你自己觉得 你真正的那个内在的那个能力是什么 就你和别的人 你觉得如果有区别的那个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我能区别别人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呢 可能就是第一呢 就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个锻炼 然后自己呢 能够摆正自己一个正确的位置 然后另外呢 本身我从心理上来说呢 是比较阳光心态那种乐观型的人 所以在团队当中呢 往往会扮演着一个积极向上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第三点呢 是我能够随时地去发现自己身上 有什么样的缺点 然后能够改正 然后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会给自己去不断地去制定一个目标 然后一步一步地去达成它 是这样的 我也有问题 太像你的优势 小刚 我觉得你在这家网站工作一年对吧 然后你组出了一百场活动 因为这家网站的这个义务量 我大概了解 我觉得一百场活动不太可能 对一百场可能是不太可能 但是可能接触过 接触过将近一百场活动 那你刚才可是跟我们讲的是 你主持了一百多场 是 那这个可能是我表述有误 你主持过多少场 这个确实没有计算过 但是 应该是 十场 十场不会 我这么跟你说 你这一年嘛 很简单的嘛 一个礼拜平均几场嘛 如果你十年的话 记不住可能的 一年很容易嘛 那就是一个周末 应该是两场活动 那就 每个周末都有 不可能 是每个周末都有 但是可能就是 在北京 除了北京之外 还有其他北方的地区 哪些地区 沈阳大连 忽视包头 郑州西安 长城哈尔滨 那也不是 等等 这边有 我也有关系 因为你所有的说话 我感觉都特别 有在台上说的那种感觉 我想了解一下 你更真实一点 自己情况 你下班之后 一般会做什么事情 下班之后回家呢 一般就是 上上网 看看书 比如说你上网的话 一般会干什么 上网的话 可能一般 可能会上上微博 然后另外可能 会看一些视频吧 看书 一般看什么类型的书 书的话 我现在最近看的一本书 是小故事大道理 我正想说微博 这个事情 现在微博上面 有很多那种什么 15条成功的方法 与人说话的15个法则 少看一点 少背一点 这是我给你的 唯一建议 因为你在说话 真的不像 我不想说 你不像正常的交流 但我怎么听 我都觉得 你好像在演 可能不是 我也没有特别冒犯 我也觉得演的 成分非常重 尤其是帅光老师 刚刚那个问题 沐妍说的其实很好 而且他又对着行业 这么了解 这诚信问题 问题还没解决呢 其他问题就一个 我没有在深究 因为他刚才确实 说他主持 因为少刚问的是 主持 多少场活动 十过多少场 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 牵出了 就是我观察半天了 因为我觉得他上来 其实我还认为 他是挺专的 就奔着传媒 这个主持 这些行业来的 但是我们本来是应该 没有问题的 但是刚才出了这个问题 以后我就觉得 你不能上这舞台来秀 对不对 我们是希望看到一个 优秀的求职者 即使不是奔着我们来的 我们想给你一些建议 对吧 但不能演下去 是 好 这样吧 先到了大家第一次表态的时候了 来看一下 十二位 怎么做出第一次选 太快了吧 孟严为什么离开了 这有另外一个网站 然后给你带点信息 他在那已经帮你握了一年底 你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 他做主持人 那就是 就像那个刚才李静讲的 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心拿出来 如果你是做其他的主持人 我觉得还OK 就我可以再培养你 但是你已经在这家网站做了一年 你是这种主持状态 我觉得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我问你一下 就是你们难道不希望 从其他的搞对象的网站 挖点人过去吗 这个是 可能是另外一个 已经离开这个舞台的 他们那个的风格 我们是不做这种 真的我们不做这种 挖人或者说 你们这个有什么 同业竞争的限制吗 就是说 我从另外一家网站 如果他刚解除那个工作 然后他又到这来 我不喜欢 我不愿意 会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 对于这个层级比较高的人 可能离职的时候 会有同业竞争 因为如果同业竞争 这个有禁止协议的话 那么这家公司 必须赔给你一个 数量可观的一个赔偿 但是一般都是层级比较高的位置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做一般的那个经理 他可能是没有的 好 所以我如果招你 应该是没有障碍的 但是这个比较遗憾 好的 就是说如果你们 把那个曾经在这个舞台上 一直和你当对手的那个人招去 可能是有同业竞争的那种问题的 对 但是他如果他放弃掉 他的那些补偿 他可能也是可以的 对 明白了 所以我们刚才涉及到的 这个同业竞争的话题 是在比较高层的时候 在比较重要位置的时候 涉及到同业竞争 而作为普通岗位的员工 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正好小刚来了 也把这个问题 把这个职场上的问题 也替我们解释清楚了 来 梁亚儿提问 小刚问你个问题 当你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 你说了你的应聘的工作 是活动主持策划执行 但是你还有一个第二志愿 就是人力资源招聘板块 或者是培训板块 到现在截止 到现在你只字未提 那么当你知道 今天有来了一位 非常著名的一位主持人 又唤起了你那个主持的 那个梦想 那我想知道 这为什么 就是说你还考不考虑 人力资源这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得实话实说 对于人力资源 我没有任何的经验 为什么说当时填写这个板块 是因为我对于 就是因为经常跟会员 是要聊天的 沟通交流 同时也会 就是看到别人 会有这样的一个招聘 还会有这样的一个 新人培训的板块 因为之前 在真爱网的时候 可能因为 就是北方这边设置 可能招聘 包括新人的一些培训 带新人 可能都是由我来 因为我属于 资历比较老的员工 所以就是对这一块 相对来说 是比较感兴趣 来 叶峰 就是你整个的姿态 在这看起来 就是不管你的生活 还有工作 都是在一个主持的范儿里面 所以我想大家都会跟我一样担心 就是说 你好像就是那种 从小就抱着明星梦的孩子 是吗 有想过 对 我说这话就是 真的很多抱着明星梦的孩子 是很难脚踏实地地 进入职场的 如果你真的才能进入职场 那你是否有想过 未来你的生涯 你真正职业的梦想是什么呢 真正职业的梦想 不想主持人 可能就是 两年的时间 如果是一个 就是新接触的一个行业的话 两年时间 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 有经验的一个人员 就是不像当时那么懵懂 然后通过五年时间 凭借自己的学习能力 然后成为该行业领域的一个专家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问一个问题 对做培训师有兴趣吗 有兴趣 有兴趣 之前的话 其实 你为什么会有兴趣 首先我觉得 对于杜奎老师 我之前也非常的敬佩 因为到网上也查过 咱们按摩人中人的一些资料 我觉得杜奎老师 首先它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十大培训师之一 另外人中人的这个机构 是体验时的培训 我喜欢和人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去打交道 好 四位 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转移到了张小刚的手里 选择 李峰为什么离开 其实小刚还是一个挺朴实的孩子 如果我要留等 我给你的也是培训师的工作 但是我想杜老师留下来 对于你的那个职业生涯 会更有价值 好 好 两位留下来 分别是聚焦摄影和安博人中人 谈钱不上感情 来让职位 聚焦摄影给你的职位是人力资源的专员 薪酬的话是这样 是2500底薪加500基秀 然后适用73个月 我这边就是培训师 体验室的培训师 我的这个培训师的起薪 是3000块钱 然后会有些其他补贴 然后你讲课的时候 从助理培训师200块钱一天 到中高级的可能500块钱一天的这个讲课费 如果你还能带高度的高端的这个管理培训课程 可能一千两千的一天的讲课费都可以 好 小刚问问自己 我要的是什么 而且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 一个是摄影行业 还有一个就是培训行业 教育行业 到底你要什么 15秒钟的思考 小刚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聚焦摄影 还是人中人 安博人中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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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